我把一只鸽子拿在手里面 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已经99%的决定了这只鸽子的结局了 接下来我开始看眼睛 我要强调一句 有些鸽友只是单单看眼睛 这样做的人完全是一个疯子 如果他完全不看眼睛 我认为这个人也是个疯子 很多鸽友都认为鸽子的眼睛很重要 鸽眼的颜色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鸽子眼睛中会散发出某种特别的内涵 比如说想赢的信念和意志 健康和不健康等等 接下来是看鸽子的平衡度 平衡度不好的鸽子飞不了多久就会往下掉的 我喜欢的鸽子体型是像船型一样 前面是宽的 后面是细的 再接下来呢 就是要看鸽子的翅膀和羽毛的柔软度了 一只鸽子如果它的翅膀有毛病 这只鸽子就完全没有用了 下面你要打开鸽子的翅膀 尝试着把手指穿过翅膀的厨余 如果是非常容易的穿过去 那这只鸽子也没有用了 说明它的羽毛不丰富 不够坚韧不够厚实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鸽子羽毛丰富坚韧的话 厚的话 在飞行当中 它才有力气把空气往下压 这样它前进的速度才会快 如果它没有力量把空气往下压 空气都穿过它的翅膀流跑了 那它的飞行速度就慢了 最后呢 是要看它的肌肉 这就是我看鸽子的全过程